这连续下了有两三天,阴的有五六天吧 然后今天大太阳突然出来以后,看着草莓怎么样啊 这就是买苗时候带过来的碳疾病 这个苗现在目前问题都不大了 在这里被淹了几次以后,到现在突然出来一个大太阳 这样的一个强光情况下,你看整体到中午了 没有出现一个稳疾病 这个是他们自己玩的前两天栽的 你看这个都是受着影响 其他的都没问题 下一步草莓的田田管理 实际上就是一个是打老叶 所谓打老叶呢,就是说把这个老叶子 掐掉了,坤掉,我们河南话叫坤掉 然后呢,留下两叶一新就可以了 剩下的一个就是关键的,就是可以带着肥料 水肥管理,这个是草莓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草莓这个时候要注意施肥这一块呢 首先呢,施肥的配方 一般你要根据苗的长势,适当调整 不是死的,好比说,你这个长势比较偏旺一些 偏旺一些,除了你进行空旺以外呢 蛋可能稍微,可以稍微往下压一下 如果长势比较弱,那你蛋肥这块可以算高一点 一般这个时候呢,用15个蛋,6个磷,30个甲 就蛋磷甲这一块的一个配方 另外就是在加入量那一块,一定要注意 你好比说,我们一般控制,在草莓刚开始的时候 1,7值呢,控制在1.8左右 因为草莓呢,是最不耐盐份的 你这个肥料量稍微一大,有可能就造成烧根了 苗发黄,不长,最后可能就枯萎了 是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块